我是菜妈妈,台湾人 我很喜欢做菜给家人用 所以食材也非常挑剔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和风秋刀鱼 主要的材料就是秋刀鱼和生姜 首先切去秋刀鱼头 去内脏和腹部的血线 减少鱼的腥味 将秋刀鱼切成段 冲洗干净 然后进行腌制 用纯净水和食盐浸泡鱼肉 盖上保鲜膜 冷藏静置四个小时 这样就能让鱼肉更紧实 接下来取了一块老姜 带皮把它切成细湿 备用 其次腌制好的秋刀鱼放到锅中 鱼身上铺上姜丝 放入酱油 白糖 白醋 米酒 喂鱼 调料要盖过食材 最后炖煮 开大火煮沸 再转小火 慢吨一小时左右 中间可以不定时的去摇晃它一下 以免粘鍋或焦糊 这道菜煮好放凉 味道会更美 和风秋刀鱼这道菜 是我们祖传的一个家庭的菜 我在做和风秋刀鱼的时候 我喜欢用老姜 因为老姜的营养比较好 况且我不去皮 因为发现到皮比姜的肉还更营养 千万不要用嫩姜 味淋是一种日本的料理酒 所以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喜欢加一点 增加它的菜的美味还有甘醇 这道菜刚烧好的时候 热的风味还没有很好 但是当你把它放入冰箱 第二天吃 那风味特别佳 尤其是在客人来的时候 下个小酒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下酒菜 中文摩 中文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